Hello everyone,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十倍速单词速记,我是兰迪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O字母的长音 一说到长音,是不是第一个想到了组合 那O字母的组合呢,在我们的原音发音表里面 会有这三个,一个是O-E,一个是O-E,一个是O-A 那这三个组合呢,它们形成的结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看O-E的结构 有Oak,O-Om,Own,Oat,Oat,Ov 带着这些结构,我们再去拼读单词,就会一如反掌了 O-E读长音O,第一个单词 K,Oak,Coke,J,Oak,Joke,Broke,Oak,Broke 下一个结构,O-O-L,Dark,L All right H,O-O-O,H-O,M-O-O,S-D,O-O,Store Very good 我来读,你来跟着拼读啊 同学们一起练习 H,O-O-M,H-O-M,Home R,O-O-M,R-O-M,O-M-O-M Good,非常棒 同学们继续加油 咱们再来 注意这个V字母 咬一架架嘴唇 我们来看这两个例子 它的结构是欧刚义 但是它却不是长音 第一个love 第二个love 这样的结构呢 它是属于我们拼读规则之外的 也叫视觉词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里面 专门会讲到 有一些常见词 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拼读规则 我们单独给它做了一个归类 所以同学们可以带着这样的疑问 继续来学习 接下来的课程 欧刚义呢 就给大家总结到这里 这是所有欧刚义的单词合集 我们知道 欧的常音还有两个组合 欧A和欧E 我们来分别学习吧 欧E组合前面的字母是老大 后面的字母不说话 欧E发欧 欧E 来看几个例词 D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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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读了吗 非常棒 一定不要落下来哦 我们看欧A的组合 依然是前面的字母是老大 后面的字母不说话 欧A读 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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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又会纳闷了 老师这个组合一会发o 一会发o 我怎么知道发哪个音啊 同学们 我们英语学习 首先不是让大家盲人摸像 如果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单词 比如how 你先听声音 人家字典里发出来的是how 那你就跟着要读how 比如说像low l-o-w lo 他读的是o 你就读o 这个道理不是跟我们汉语里的同音字是一样的吗 如果我说一个蓝 不放在语境里面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就是蓝笛的蓝呢 有没有可能是蓝色的蓝呀 对的 我们学语言 一定要先用耳朵去听声音 然后去模仿 最后就能够真正的学会 有时候啊 我们学英语学着学着 把自己本能的 已经在中文里面建立的逻辑认知 全部都忘掉了 这样可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请同学们看一下 这里是oa的单词合集 还有ow的两种发音 关于发音的知识和规律 Lennie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可是我们知道 拼读学不会 练才会 所以呢 邀请大家 学完本节课之后呢 马不停蹄的打开我们的拼读游戏 可以找到长音 o 也就是long o 这个游戏环节 我们听一下long o的歌曲 来学习一下长音 o的单词 建立图文音的概念哦 还有我们长音 o的测试 在一分钟之内 你要完成十五道题的挑战 还有长音 o的变音 我们去玩 toad on a road game 巩固咱们所有学的音和形 三分学七分列 每天游戏十分钟 拼读学习真轻松 我们本节课就到这里啦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 下节课再见